國民黨黃復興黨部 今天舉行六十七週年會慶 重頭戲是總統參選人何友宜 被提名後收度與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同臺合體 而針對上次大選被質疑 沒有權力輔選 何友宜坦言 讓韓國瑜身心俱疲 會記取教訓 而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今天都到南部爭取選票 何友宜陣營針對未要案風波 揚言要提告 賴清德沒有正面回應 前高雄市長韓國瑜跟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友宜終於通臺 營造藍營大團結 國民黨黃復興黨部一號舉辦六十七週年會慶 包括侯友宜 韓國瑜 黨主席朱立倫等人都獲邀參加 屆時侯友宜被提名後 首度同框合體韓國瑜 兩人互動備受注目 侯友宜也針對過去被質疑 沒有權力輔選 坦言讓韓國瑜身心俱疲 我們都要不斷地去顯示 怎麼把它做得更好 才不會在上一次的戰略裡面 讓韓國瑜身心俱疲 立即希望把它贏回來 但是我們沒有做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 自己這樣一個教訓 不斷地反思檢討 值得那信號一響 值得那信號一亮 我們就將會打一場 轟轟烈烈的身上好不好 韓國瑜喊話用選票保護中華民國 但沒有親口說出支持侯友宜 藍營大團結被打上問號 朱立倫環夾指韓國瑜是中政黨員 全力支持侯友宜跟黨籍立委參選人 不過侯友宜民調不見其色 讓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獨立參選的聲浪越來越大 國民黨副主席連盛文認為 郭台銘不會成為歷史罪人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賴清德到屏東 參加屏東信賴台灣後院會的成立大會 現場湧入許多支持民眾 不過賴清德被問到 侯友宜陣營針對未要案風波提告一事 則沒有回應 賴清德指出民進黨執政七年來的政績 像是青少年失業率明顯下降 育兒驚天等等 他強調這些福利政策 有些是他擔任行政院長時何可 未來若能當選總統一定能延續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在前往台南仔細聽導覽 外界關注柯文哲跟郭台銘碰面 臨時取消 本來是有約定見面 結果那個媒體一出來說什麼 柯文哲證實兩人本來要見面 但又傳出所謂的郭台銘 想要併購民眾黨的傳聞 擔心時機太敏感 絕地以後碰面 記者黃子傑呈現了 王龍鐵許正俊 臺南屏東報導